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说热烈结果如何和他没关系 孤注一致上映后票房受影响 王一博无名录眼时一句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一时激起千层浪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他心思单纯 性情耿直 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家国大义 舍生取义等层面达得滴水不漏 但王一博显然不喜欢区域威仪 再加上心直口快 就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没想到这件事被上纲上线 只能说无论在什么圈层 还是区域逢营的人更吃得开 近日 王一博热烈泰国路演的一句话又引起争议 王一博原话是这样的 我现在拍的电影也不多 但是每一部都在享受拍摄的过程 我只要认真完成了 最后电影的结果如何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演员的工作 王一博粉丝称赞王一博这番话说的很有水平 你沉浸其中享受到了快乐 至于结果会不会辜负期待 那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很多网友不认同王一博这段热烈的结果如何跟他没关系的表述 如果影片票房 口碑双丰收 哪位导演或演员会说和自己没关系 从古到经文所未闻 现在热烈未达预期 就说和自己没关系 这锅甩得彻彻底的 我倒是从王一博这段话里听出了几分无奈的成分 热烈这部影片质量怎么样 听过几位对街舞感兴趣的朋友反馈还是不错的 王一博本身就是武林高手 因此这次在片中表现也很突出 远胜他以前演的飞行员或间谍或古偶剧中的公子 少侠之类的 但影片题材太小众 即使朋友这么安利 我也不会去看的 普通人工作太忙碌 有限的休闲时间还要刷刷短视频看看书 除非特别对自己胃口的题材和剧情 真是不想耗费那么多时间在电影院 题材受限热烈的票房一直被打压 孤注一致提档后 热烈更是面临被直接抬走的命运 环比下跌21.8% 单日票房跌至1400万左右 目前票房7.51亿 本周能否破8亿 存疑 暑期电影市场竞争之激烈 与春节期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孤注一致吃了题材红利 再加上宣发找对了方向 虽然剧情降致 Bug层出不穷 高光剧情全在预告片 但还是点印便占据了黄金时段 大大挤压了其他电影的生存空间 国人还是比较忠情于孤注一致这种紧扣热点话题 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能唤起强烈共鸣的影片 其他电影虽然品质 剧情 演员表演 思想内涵远非孤注一致可比 也只能在孤注一致高排片下落的门前冷落安马西的下场 王一博说热烈的结果如何和他没关系 倒未必是甩锅 而是无奈 发自内心的无奈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和获得成正比 电影市场就是这么现实且残酷 国人的欣赏水平就是这么个水平 如果不能迎合大众 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这也是所有用心做电影的人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哀 影语点评观 样 conta 崩玉 沉 整 沉